來我們測試一下FMS90新動力 它的電流 它說在半油門的時候差不多36A 七層油門差不多在100A 飛翼90的F18藍天使 更換FMS全新12頁內轉動力第一趟測試飛行 第一趟都要重新做微調 微調 動作 好 準備 起飛 稍微有點頭重 微調一下 哇 聲音蠻好聽的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安靜 有噴射音效 12頁的音效就是 現在應該要聽 噴射機這樣 現在是六層油門 我再降一點好了 先讓它飛久一點 現在測試緊密 現在測試緊密 準備降落 結束 2 4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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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4 5 4 4 5 嗚嗚 最後那個盤那一下好大喔 現在景翼還是有點頭重 我會跳一下 基本上 手航成功 聲音還真的好聽 不知道它耗電如何 試看看 看到嗎 3.87 OK 這是第一趟 我們現在準備第二趟飛行 我發現它在半油門的時候 它的省電效率還蠻不錯的 如果喜歡半油門巡航飛行的話 開一個景翼 它可以飛很久喔 因為它電流只有30多A而已 好 現在第二趟飛行 第二趟可能我就會稍微再衝浴一下 啟飛 啟飛 再 它這個聲音真不錯耶 12夜的 這次它爬山 喔 好高啊喔 喔 食商雲霄 讚喔 這力道 好 好 好 預備時鐘已經叫了 現在開角 開頂翼 準備降落 現在開了第一段警役 F18它的輪距太窄 所以它 它在轉彎的時候 它就會有那一種 滑到翅膀的情況 如果速度太快的話 第二趟 第二趟 下樓 來測一下 第二趟我就 有 全速 全速飛行 哇 動力真厲害 紙上影響 哦 那這個 剩下3.7 這個就比較暴力了 飛的時間 兩分多鐘 OK 第二趟OK F18 第三趟飛行 哦 風向變了 好 沒關係 起飛 玻璃 現在是伴遊巡航 伴遊很省 北京的地方 等於展示了 北京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用左降 现在是第二次的鸣叫 现在是开全鸡降落 所以它的滑行的跑道就没有那么长 基本上已经调的差不多了 这三趟是更换动力之后 再调整它的参数 因为它毕竟它的原本的重量差了116克左右 好,那我们现在这次差不多飞了将近四分钟 看一下它的耗电量 我都半速在飞了 看一下它是否低速 低速的省电效率 就是半油门 半油门巡航的省电效率 它在半油门的时候下来还有3.8 等于就是我飞了差不多四分钟之后 下来还有3.8 蛮省电的 OK,那这样测试完毕 下来 等一下 下来 渡 下来